好我们来看11题 如果你要把三条长度是60 90 105的绳子 减成等长的线段 那每一段的长度都要为整数 而且问你最少总共可以减成多少条的线段 我要让我的线段是最少 那当然每一段都要最怎样 尽量最大 所以我的每一段的长度都尽量最大 而且你知道那个长度是60 90和105的因数 所以当然就要求什么最大公因数 所以这题其实是非常基本的题型 很课内的 60 90 105 那最大公因数你可以用小括号来表示 好来60 90 105 第一个用三倍 OK 3倍那就20 30 35 再来用5倍 5 4 5 6 5 7 好所以最大公因数出来了 35 15 所以我知道我每一段都要15公分 可是我是问你多少条线段 那当然就是 诶 当然就几条 4 6 7 全部加起来就叫做10 7段 所以答案叫做C 5 6 7 6 8 7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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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